反正我一天坐下来也就这个五块以下 所以说非常的夸张 你看作为这个普通人 你这每个月都要花大几百呀 多花大几百 而且还不止这个福田公交比这边贵啊 我发现 而且啊 他这边的人口也要少一下 他这边人口 从这个总的GDP上来看 应该是这个质补 我要更富有一下 然后应该是 这边也应该消费高一点 我点了一个大碗 大家可以看我点了那个大碗的一碗面 我根本就吃不完啊 我从那个福建来这边 还有点没适应啊 还是按照南方那边的习惯点了 这一个吃的啊 根本吃不完浪费了 确实是浪费了 吃不完 这一个 在福建那边应该属于超超超超大碗的 加大分量了 这边就是一个大碗的分量 太夸张了 从这个GDP上来看的话 普田应该属于这个中等的三线城市 弱三线就是2000多亿 然后最强的三线都是5000多亿的 然后4000多亿的 他这个是4000多亿的 差不多是中边上的 然后这边这个环境也是超出我想象的 他这边环境怎么说呢 也不知道普田 那边看他们那个居住区啊 很多都是那个新 特别是新建的那边城区 都是三四多层的 特别高 都建的特别高 他这边呢 你看自我这边 他这边居住了 你看那边 是不是都看不上那个居住了 他都是建的怎么说呢 好像是十几二十层左右的吧 这样的话品质就要更高一些 你看这 都不是那种特别高 都不是那种三十几层的 他这边建的这些要稍微矮一点 这样品质就更高一些 这个居住的人口密度也要小一些 他这边花园什么的也都配得非常的好 感谢整个这周围 不是自博这边很低 而是普田那边高的有点离谱啊 我估计自博这边的人 不仅自博 我估计整个山东啊 还包括我们湖北的人都想象不到 普田那边物价为什么那么高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从那个收入来看的话 人均的话 这两个城市是差不多的 这边人口要多一点 是四百多 那边是三百多 算人均GDP都是9.5万左右啊 大差不差 那边稍微高一点 还是9.7万 这边是9.4万 人均GDP啊 但是可支配收入的话 是人均GDP的三到五成啊 这个再乘以这个系数啊 就打最高的来算乘以0.5的话 两地的人均收入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是普田的这个 哇 生活支出要高很多 所以我感觉还是住在自博这边会更舒服一下 你就是收入差不多 然后但是这边的花销支出要少一点啊 起码公共支出要少很多 然后这边这个环境也是相当不错的啊 看整个这边环境都非常的不错 坐在这边 高楼也没那么高 看着都很舒服啊 整个这边这个城市里 一眼望不去 绿树成荫的 而且它这边是偏北方 这个 比普田要凉快一些啊 就 而且它这边是偏北方啊 比那一个普田是要凉快一点的 南方那边就很热嘛 然后冬天的话 它这边的家家户户都有供暖的啊 我住的那一个是民宿里面就有供暖的 冬天室内应该也是很温暖的 南方那边 肯定是没有供暖的 冬天 冷的时候估计也很冷啊 所以我感觉自我比那一个普田要抑郁很多